好啦 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的重点 今天就是我们的最丑的信用卡排行榜 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 我跟大家讲一下它的基本的资料 我们这次的总投票数 就是一共有419人 那 无效票的部分被我踢除了25个人 所以说这次的有效票是391个人投票的部分 所以它的信息水平达到93% 这个也算是还不错 但是不到400人 接近400个人 好啦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开始写了 来 杨慧轩说3 毛巴特说5 第三名352233532 好来 好像人最多人投是第三名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 好 现在我们没有考虑 来 要来公布了 到底是谁呢 321 来 玉山银行的建筑事务献卡 对 大家刚刚好像有人讲到对不对 那不好意思 你就没有抽中了 建筑事务献卡一共有30个人投他这张卡片 真的是 对 有点糟 那他的得票率是7.67% 就是每100个人里面有接近8个人觉得他很丑 他到底有多丑 我们来看一下观众的意见 对 来 玉山银行建筑事务献卡 有人说放这个logo不如留白就算了 这真的还蛮丑的 对 看不到不好意思 对太白了 对 我应该要把它印出来 然后这样比较有效果 有人写说感觉很老派 对 感觉很随便的图 就是比只有单色的卡面还要糟糕 然后他说黑白照没有设计感 这黑白照有点像遗照吗 OK 很出招很单调 很像瓷激的色彩 瓷激的色彩 基本上就是白色吧是不是就比较淡这样子 有人说灰灰的 看起来很像魏凯和玩具凯 这个是这样吗 对 建筑师是很高档的职业 设计不应该是这样扬出 所以我都在想说如果我是建筑师 我是设计师的话我才不会想要办这张卡片 这卡片真的是 丑到一个有点有点好笑的境界 有人写说确定有设计吗 比用单色或是照片还要糟糕 你就知道说这卡片才看 有人写说上面写建筑师 也太愚蠢 有人会把这次说 我是医师然后这上面就写医师这样 这样子这个卡片都在身上 你好笑这样子 对他说我觉得颜色很像墓碑的颜色 没有独特性跟辨识性 美感有待加强 所以你看大家都是眼睛是雪亮 就觉得说这卡片真的不是很好看 再来说线条方面 看起来很像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 会期搭配望远镜 对望远镜到底是有多丑啊 我的天啊 好来 颜色暗淡没有设计感 这根本就是没有设计可言 这就是用小画家来做 对啊 只是复制贴上的质感很糟 对 我想要好 我很好奇然后问大家说 到底有没有人就是有去办这张建筑师的这个 这个无线卡 对 对 看一下啊 广场上面的卡片读案 左上角有建筑师三个字 实体卡片也有三个字吗 我猜应该是有的啊 对 实际弹着也撞枪啊 我猜一看 你见现手机 荧幕亮度调安一点 可以吗 我看一下 这样有比较好吗 哎呦呦耶 原来是那个太亮的东西 大家看就知道了 这个建筑师无线卡真的是有点糟糕啊 哈哈哈哈哈 我的天啊,他这里有写建筑师,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奥林匹克,有点像我们梅花,然后像梦远镜那样的东西,真的是很奇怪的一张卡片,我的天啊,这样有没有,这个建筑师无线卡真的是有点糟糕 其实这个卡片我也是直接从玉山的光网里面去抓下来的,就是真的是糟糕 大家就不用再另外搜索,我等一下就是把这个图开出来给你们看就好了,这样子 这个卡号是假的啊,我是直接从玉山光网里面去抓来的啊,你看他写11313耶,这当然不是我的卡号啊,我怎么可能会那么,就是卡号外写这样 好了,我们第三名呢,就是让大家非常的失望,这张卡片真的也是非常糟糕,三四个人觉得他很丑,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有人是投这张卡片 就是这样,不好意思,所以已经出去了,好了,第三名看完的时候,现在来看第四名还是第二名还是第五名呢? 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人来投票一下大家想要看哪一个名次? 好,威天圈说要看5,杨慧圈说4,陈与凯说2,建筑师的脑袋怪怪的 5,5,5,4,2,5,2,5,好像5跟2很多人,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五名好了,看一下第五名 好,来,第五名我们来揭晓了,3,2,1,等一下,好啦,也是玉山银行的什么?统领王朝联名卡 对,刚刚好像也有人有提到,这投领王朝联名卡真的也是,有点糟糕 我自己本身也没有办这张卡片,对,因为有些卡片,就是真的是,莫名其妙很奇怪,我就没有办 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张卡片一共有23人投,他的投票,得票率是5.88% 也就是说100个人,里面大概有接近6个人,觉得这张卡片很丑 对,玉山广场联名卡来给大家看一下,怎么这样子啊? 对啊,这是受不了耶,对不对? 你会发现他基本上就是没有任何的设计,他就是清一色的所谓的大便利颜色在上面嘛 然后也没有其他的东西这样子,对啊,真的是很夸张 来来念一下就是一些大家的意见,不好意思,他别暗了 丑不需要理由,恶心的颜色,根本不用设计,完全是交白券的卡面 普通到不能够再普通了,有人说很熟悉,很土,很像大便的颜色 所以你们觉得这个颜色真的还蛮不好看的吗? 土黄色土土土土,颜色不好看,颜色不好看,没有设计感,颜色太残,颜色太丑 所以我那时候我在跟那个另外一个主持人,就是维牙主持人,在维稿 说我们其实三个,这个最统,包括最统的卡片排行榜,我们有维过 他就跟我讲说,这个到底会不会是玉山银行? 他是有虐待他们自己的产品PM,所以他是要报复玉山银行 所以就是随便就弄一下,就设计上去 因为这个卡片真的是,就是有点奇怪 他基本上是不算有设计,他就是只放Logo 那个同领广场Logo,然后玉山银行的Logo,就这样子而已 他也没有其他的设计,就是 你如果有这张卡片,你会想要把它拿出来刷吗? 自己就觉得真的不好看 陈一凯说小话加油桶 林文哲说这个很敷衍 对啊,就是他到底有没有设计啊,真的是 对啊,陈天带说我第一名 你猜第一名是台湾汽营的银色之爱泰山卡 就是刚刚讲的阿飘卡嘛,银色阿飘卡 对,所以泰山卡都有这个去呈现嘛 不玩笑的,对 郑云天说玉山佳乐福联名卡 玉山佳乐福联名卡 玉山佳乐福联名卡没有在我们这次的票选范围里面 因为他不是经典型发型 他好像有改卡面 但我忘记把它放上去 没有关系 他玉山佳乐福联名卡 他没有在我们这次的范围里面非常可惜 这样子 还有人写这有点好笑 就是一点设计感也没有 同样玉山出的南乡广场的卡片 这张卡片好看多了 所以我觉得玉山的南乡广场联名卡 还算是比较好看一点点 对,那这两话有人讲到说 这张卡的颜色很单调 颜色不是我喜欢的颜色 看起来好像沾到什么脏东西 但是上面只有土色太过单调 没有设计感可以 所以这个粉丝是讲说它是沾到大便嘛 对,大家看一下 对,这张卡片 对,长这个样子 对 所以如果您是统领广场联名卡的爱用者的话 这个说一声不好意思 这是大家选出来 觉得很不好看的一张卡片 对 好,来 我们第三名跟第五名已经看完了 接下来要看哪一个名次 就是大家赶快来投票吧 就是跟鲍鲍鲍分享一下 对 南山广场大推想要办一张 南山广场你要常去 就是南山广场做消费 应该有比较多回馈 那在一般在广外回馈 好像走回馈一点水没那么好 这样子 四四二二二 四二二 好像二比较多耶 好,我看一下 好,那我们就来现在看第二名好了 第二名到底是哪一个 三、二、一 等一下 哈哈 第一名堂的李仁广场联名卡 不是 李仁 联名卡 李仁玉席卡 这张卡片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二名的部分 它的得票率是39票 也就是说每100个人 它的得票率是9.97 也就是说每100个人 里面有10个人 觉得这张卡片很丑 所以大家有没有 就是印象中这张卡片 长什么样子 我给大家看一下 长这样子 这张有没有 这个李仁 它把这个大大的李仁 这个名字写在上面 然后它有两种不同颜色 一个应该是Visa白金卡 跟Visa玉席卡的样子 然后它一个是红色 一个是绿色 对 就是大家应该有看到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丑信用卡 第二名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来 那个 有人写到说超级老派 所以你们有没有觉得 这个李仁 玉席也是蛮老派的吗 有人写说 丑还去那里有吗 对 古百又老大俩的设计 好无美学 好无设计感 好自私化 完全没有设计感 这样子 非常的佛教 阿密陀佛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卡片 还蛮佛教的吗 对 这是 很有慈激的感觉 就是 对 有人讲到说 很无趣的社会标语 对 福祉圆满 或者是李仁为美 对不对 很像名片 不会想要拿出来用 他说看起来不太吉利 所以他是真的很不好吗 看起来真是敷衍 有人说那是敷衍跟脑气 李仁这么大的两个字 李仁这么大的两个字 出现在信用卡上面非常的讨厌 有人说蛮没有特色的 比电话卡还要难看价有好吗 我觉得他比电话卡还好看一点点 有人说太宗教气实了 文字的部分大的一点 单图少了一点 很多一点才有好看的信用卡 对 娃娃的设计都比这好看 有人 大家讲话还是蛮毒的 有人就是说 对啊 小 长辈卡 这是长辈卡吧 这是敬老卡 不是信用卡吧 是长辈图 字体欠缺美感 他基本上大概就是类似标凯体一样的字型 所以这张卡片应该也是被大家就是爱体 爱体到不行 所以说就是 应该刚刚没有人选这张卡片吧 好像有一个人有讲到的样子 对 这是长辈图卡真的还蛮好笑的 对 买有机素食可以用 我自己本身 也 我知道李仁他有卖一些素食的东西 但是我自己本身也没有去买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那些标榜有机的东西都还蛮贵的 那我们自己这种手前一组 当然就是菜市场买菜就好 你跑去看来买真的是 好贵 就算你可以刷信用卡还是很贵 那现在只是要第一名跟第四名 那我们当然毫无悬念就是来分享 就是第四名到底是哪一张 来有点紧张 对 所以刚刚拿李券抖起来 真的 陈一凯抖200亿元 那也可以啦 好了321 赵胖银行的欧富保联明卡 刚刚刚有好几个人有讲到 所以欧富保联明卡到底有多丑呢 好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共有23个人投票 然后他的得票率是5.88 他其实跟第五名的这个 玉山的这个 这个通理广场是一样 都是23个人投 对 每100个人 里面就有大概6个人 都觉得这张卡片很丑 有100个人觉得 有6个人觉得这张卡片很丑 那他到底是丑在哪里 来看看大家的意见 对 图案不好看 然后再来有人说 本来就觉得欧富保的角色不好看 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 他这个很丑吗 天啊 就是 我觉得他不是有两只狗吗 好像有点看不太大 就是你看外面黑色这个的话 他是下面一只狗 上面有一只 比较可爱的狗 我觉得他的主力 应该是要把它变成说 是上面那只狗 因为上面那只狗真的很可爱 下面那只就是有点丑 不好意思 那还是有点 反正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是上上的官网去看一下就知道 大家都说那只狗长得很奇怪 觉得很丑 很随便又丑 吉祥物很不ok 这是他的吉祥物 但是说这是莫名其妙的吉祥物 对 偏好设计卡面 这张卡面实在太过卡通了 有点不喜欢这样 有人说这不太像是给小狗小孩看了 不是给小狗看小狗看不懂 这样子 我觉得那个白狗不好看 可是那个白狗好像其实是欧富保的吉祥物 没有错 翔走可爱路线 但是却不可爱 看不太懂那到底是什么动物 是狗还是毛 哈哈 真的很好笑 对 尤其说早就看那只狗不顺眼了 到底是有多讨厌那只狗 这只狗我不行 所以也不会想要扮这只狗 美工加油好吗 对 中间的头也太丑了 所以大家真的是 好尖商刻薄 我先跟大家讲 这些留言都不是我写的 这都是网友的意见 而且我也不知道是谁 那都是匿名的 好不好 就是如果产品片里面有在看的话 你们应该要知道说 你们如果推出了很难看的信用卡 消费者也是不会买单的 请大家继续加油 我想知道 这个很好笑 好了 现在2345 已经看完了 我们现在要揭晓 我们自己就是最丑最丑的第一名 先跟大家讲一下基本数据 这个最丑最丑的这张卡片 它一共有54个人投 所以基本上 它的投票率是13.31 13.81 也就是说100个人 里面有14个人觉得他很丑 现在开始要揭晓了 到底有谁可以拿到这一百块 非常期待 3 2 1 台湾银行的祝福认同卡 刚刚一开始就有人讲对 但是有一个朋友 他说的是 华南银行的祝福认同卡 所以他就错了 所以你要讲的是 台湾银行的祝福认同卡 你才会拿到这一百块 这我们说再回来看 到底是谁 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名大家的观众意见 对 真的是很恐怖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卡面 因为很多人应该都不知道 这你看我都有把它处起来 看一下 大家有感受到这个所谓祝福认同卡 就是上帝给你的祝福了吗 对你看台湾银行的logo这么大 然后旁边有一个什么 我看一下我自己的这个 基金 什么基金会论坛 对不对 然后大中间还有一些字 叫做什么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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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时候我跟主持人在维稿的时候 我们还有看这到底是什么字 结果你知道这写的是什么 上面这个是主 然后下面这个好像是羔羊 然后就觉得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怎么有这么多种不同的字在上面 然后他还有把圣经的诗篇写在上面 我给大家念一下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 不什么 我不敢缺乏 这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你们看到这张卡片 你就整个有一个就是 是圣光就是降临的感觉 这一共有多少 有54票的人觉得这张卡片真的是丑到爆 对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 这个他的魅力 好好笑 华南的信话爱凯 他其实不是华南的信话爱凯 那我讲错了 就是说其实就是祝福任同卡 但不是华南的信话爱卡 这样子 还不错看 你真的眼睛 你真的确定这张卡片叫做OK的吗 这个认同 认同请分享卡 这好有效的 对 大概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关播啊 在10分钟之内 我们四点半之前会结束 这样子 对 Willy Chen 这个 是不是牧羊人 对他不是高雅 他是牧羊人 所以他是主的牧羊人 这样子 对来看看大家祝福任同卡的意见 来 版面的设计可能要差 然后背景花文字花 应要放上的标语 三四种字体不协调 整体太眼花缭乱了 有人说不好看 不知道那是什么 招相长辈祝福贴图 对 然后说从外再丑到内心的卡 所以这个人是怎样 是有受到就是基督教的荼毒 然后说从外再丑到内心 OK 有人说单纯觉得紫色很噁心 再来说 跟供养希腊卡的差别在哪里 其实像这种所谓的认同卡 他都是会提拨0.15%到0.2%的比例 就是给那个就是这个捐助单位 就好像我们背替卡的信仰 就是你们只要每刷卡 就会有0.15到5身像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也可以说他是希腊卡 他也是紫色的这样子 但是 就是 这个有点难讲 因为你知道这种所谓的这种 这种机构人同卡 他也就是只能这样子设计 所以我觉得Banky卡 他就有点类似是 你那个供养网红的C不卡 这样子 OK 公务人员的水准 有没有果然是公骨敷衍 毫无设计感 感觉是很观骨作风 不用心设计也有人来跟情 这样子 真的很好笑 来陈如亚恭喜你拿到就是 这个我们的 这个 我们的 谢谢你捐了 就是250元 感谢你 好来 那个他有人讲说 这个简直比我用的书签 那边还丑 老派没设计感单调 感觉是这一批剧 每天看得到长辈图 哈哈 这个好笑 觉得颜色跟背面 有点像长辈贴图 所以 大家都不同时间做填达 但是每个人都说 他是长辈贴图 这个蛮有默契的 有人说上面的字跟整体 都没有意义 那可能因为我们不是 基督教的信徒 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上面 写的是什么东西 那刚刚就有粉丝分享 那个真的是很不错的样子 线条跟渐层都不够明显 看起来像一朵紫色不明物体 敷衍的 加上一个潦草的英文字 看起来很疏 像老人卡 跟赵峰莲花卡 有异曲同宫之妙 大家知道赵峰莲花卡 是什么卡吗 不好意思 那个一折的话 就三个莲花就不见了 但其实你就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类似 OK 他有一个莲花在这里 对 他就是一个 天啊 这是他的MegaLite 这是数位帐户 但是你看 人家瑞乔出位帐户的卡片 是这么的可爱 然后赵峰自己出的MegaLite 的卡片居然长这个样子 对不对 这到底是天壤之北 就是懒叫笔鸡腿这样 所以 难怪有人会讲说 这张卡片 就是很像那个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什么 长辈图啊 然后像那个赵峰的莲花卡 就是都不好看 对 也没有人就是现在也持有 这所谓的MegaLite 这个优惠 这个优惠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您自己本身有在玩 那个所谓的ATM的活动 就是Web ATM的活动 这张卡片你办下来 每个月有10次的跨题转优惠 你可以拿来玩Web ATM 然后你就可以拿到 就是10次的资格 这等于是一次如果是4点的话 你可以拿到40 40点 40点你如果累计满995点 就可以换加热组品券这样子 是一样的 对 好 再看看大家还没有讲什么有趣的话 再来 我看一下 像阅历的图加不知所以来的字 等于是长辈图 尤其那是邪灵的祝福 原来知道郭美江牧师 那个所谓的烧毁 那个还蛮好笑的 那是三年前 他们还看了一个梗 对 颜色恶心 反面插 字形草 阳春也太不用心 用一张照片贴上打字 没有诚意 这是LINE里面 长辈爱用的长辈贴图 真的还不错 中华民国美学 大家真的很好笑 对 那今天这样子跟大家分享完之后 大家应该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一般人不喜欢的卡片 大概基本上就是没有设计感 大概就是很难悟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个有设计吗 好像没有 然后再来第一行的里面 联名卡 就有点类似像宗教的卡片 也不好 所以你看这个祝福认同卡 也是宗教卡 所以基本上 我们一般的年轻人 其实是不喜欢这种所谓的 这种宗教意味太囊厚的联名卡 这种东西是得不到我们年轻人的青睐 对 那也就是 如果有产品品验在看的话 你们也可以就是 稍微参考一下我们观众的意见 就是可以去知道说 接下来我们要设计卡片 应该要怎么走